歡迎回到快地大英家 剛剛看到的是 這個e-tron的S 其實這台車 我們都知道e-tron 其實基本上因為電動車 它本身就是很好駕馭 那它多了S 那那天我跟Eddie哥試 我覺得以台灣電動車的接受度來講 e-tron難怪其實有一群人 一個群眾是很喜歡這台車的 從排行榜上來講 我們知道第一名已經特斯拉 因為它170%起跳 有很好的入門價值 而且倒車量非常的豐富 再來第二名就是 保持台庫目前是 再來就是e-tron e-tron有第三名的趨勢 但是某些程度 因為這個交車量的不足 對 所以限制了它的發展的可能 奧迪在這一方面非常的遵循 油車跟電車接軌的設定 所以你油車太習慣了 再來開e-tron的電動車 並不會覺得突兀 所以連操作機面都很油車 它的優點也是缺點 而優點就是你不用改變你操控的習慣 對 但缺點就是你沒有像二代電動車 我們講的二代就是 新的試打 或者是RX之類的 新世代的亮點 就是一個兩難 對 但是我相信這個 買家應該選擇性不一樣 有一些人看法也不同 所以這就是各個車廠有自己的設定的調性 來做電動車 對 反正它有電子後照鏡 你如果把它選下去的話 看起來比較接近未來的那種感覺 確實有一種上世代 快要即將改變的那個差異在 微小的差異 或許沒多久 e-tron有改款之後 你會覺得我又耳目一新了 那你這樣一講我又立刻想到 現在我們不講休旅車了 我們來講一個帥氣的電動車 這個是大老闆的電動車 7系列喔 7系列有電動車了 而且BMW的做法就像我們前面講的 它就是告訴你我油跟電 我哪一個都不放掉 哪一個都會好好的對外溝通 所以就像我們之前看到的M4 然後你在看iPhone 其實挺像 可是其實裡面的配置不一樣 所以你會看到一些logo 藍色的地方 它是吃點的 那這次我們在7系列看到也是 7系列本身有很多 讓人耳目一新的地方 那i7也同時發表 對外公佈整個的這個細節 我覺得都是一個嶄新的開始喔 我們講S好了 S目前在電的S版已經進化成自駕 對 在各種非常絢麗的這些配件 甚至連這個車內的7分鐘 都隨著加速警示 它會做變化 以前7分鐘就是7分鐘 現在7分鐘可能有三個功能 所以它會隨著一些設定而改變 這是比較個人化的做法 傳統的S油車 還是有後座買家的味道 後座買家的舒適 那7系列在這方面呢 因為它必須PK這兩個目標 它原來自駕的這個性能的優異性就OK 大家都承認 這是一個它的優點 那這一次的7系列呢 它的外觀上呢 我覺得跟S的走向也非常不同 應該說在考慮的時候 這兩個會很自然的分派別了 不會說我到底要選S還是要選7 因為在外觀上就有完全不一樣 我們講7它把這個 應該是大鼻孔放進去 對 然後再來是它把它燈分離 對 日行燈 變得好銳類喔 對 它的車身其實比較方 賓室還是比較圓 比較低點圓一點 稀稀的有一點 我嗅到那個 勞斯萊斯的味道 有人說它這個大鼻孔 其實是跟隨著勞斯萊斯的 大型水箱罩而別的 然後大就是氣派 對 勞斯萊斯的那個水箱罩 歷經多年 它還是沒有改的大面積 你這樣一講確實 感覺是老板車 頭上車的感覺 可是那時代與時俱進 它還是一樣大 對 但是這個大的水箱罩就變成 你應該變在不吉他嘛 吉他因為有勞斯萊斯 他就把這個設計學過來 因為我們在之前6個廠房的時候 有問過 他們說如何把軟頂做成 像這個所謂的豪華車 他說他就跟 老師還是學 他就能學習到這種 把棚做得好看的技術 所以充分利用旗下的經驗跟資源 我覺得是7系列目前 你走到一個新的方向 另外就是說 7系列當然在動力上不錯 但是動力其實目前來講 大家都沒有太琢磨 反正就是司機可以開 要比一個絢麗跟豪華感 確實 我都要形容全新的7系列 像是一個移動的水晶皇宮 整個車子在賣水晶是吧 之前我們在比較高階的 BMW上面看到什麼水晶排檔頭 然後漂亮的水晶 X7 X7就看到了一些 但是現在在7系列裡面 不得了 連它外面日行燈也是水晶 搭配很多水晶 然後所有的燈組 你會覺得 哇這個金碧輝煌感 到車室裡面濕滑 弱勢其實滿滿滿的 然後到你要聽那個立體的音響 它裡面也是一些 然後鑽石 鑽石感 然後你就想哇塞 這整車真的是金碧輝煌 移動的皇宮 而且在這個760上面頂級的 還有附一個31吋的曲面螢幕 這真的離譜了 而且它電視不是像我們以前想說 曲面螢幕 豪華車老闆車有個電視 不足為奇 正前方油 後座椅 不是 它是從天而降 跟九天玄女一樣 從上面向 它是跟這個流行的電影螢幕一樣 做曲面 然後它是從天窗的位置 就是向下滑 滑滑下來 那這個厲害的就是說 它內建這個Amazon的這個串流 內建 你也可以把手機的這個串流投上去 就是說你如果在家裡看 看串流串得真高興 你在車上再繼續 真的喔 就是不打斷大家看電視的時間 真的假的 就是在家裡看 我上車繼續看 對 因為串流很方便嘛 就是你大家也停哪裡看 另外就是它這個 大家都覺得31吋在後座航很近 對 而且它8K喔 高畫質喔 而且這個iMAX 我們去看iMAX電影其實 座也沒有很多台 除非是很靠近螢幕 我覺得這個是有專業設計的一個感覺 現在的生活 大家都離不開手機 如果你想要看什麼 你投射到這個31的螢幕 你就不用盯著手機看 所以大家使用手機的時間變長 看劇的時間變長 用手機來看一些串流的內容 也變長 所以它這個投射的方式 跟這個應該說這麼頂級的 所以說不定將來 視訊會可以這樣開啊 天啊 而且連毛細口都看得很清楚喔 8K的 它只是 這張眼藥 可以看 沒有頭 可以看別人 不要為別人看 但是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很明顯的 跟S走出一個區隔 對 就是比較3C化 對 然後走一點這個 極簡的水晶風 然後呢 舒適程度有 我們舒適程度PK沒問題 大概就是這個3C的享受上面 它做到新的創新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獨門的 31吋 任何座 你像相關 或是誰不用手機 對啊 都要用耶 誰不追劇呢 真的耶 它就全部都給你了 對 這是很厲害 而且你甚至可以在車上去開會啊 對啊 看PowerPoint啊 對 覺得老闆其實還蠻勞的 對 不要那麼累 對 對對對 就聽音樂啊 看演唱會啊 或者是造業空間 因為我們的區域比較強 所以我們沒有選擇 但是國外是會是我們更好的車子 所以這個是 嗨 各位跨車小銀家們 看我們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我們的最新資訊 更多車款的開箱品 比市價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WinWin跨車大贏家吧